哪一個老闆沒有賠過錢了 我們不要待就好了 解了一些PT的工作 因為我就是沒辦法發薪水 我們信義店這邊有一個常來的客人 他是Blind 他不知道我是老闆 客人這樣叫這句話我就覺得 我目標就成功了 大家好 我是Amy 所以我開餐廳13年多了 餐廳叫英國奶奶 大家可能知道我開餐廳 我是一個YouTuber 可是不知道我每天在幹嘛 那最近我就是在FB IG 還有YouTube收到你們的Message 然後就是問我一些問題 所以今天的話題我要回應你們的問題 然後就是Reveal the Secrets 看一下就是 我為什麼 因為我要傳葉子 為什麼我要開餐廳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從小很喜歡吃東西 我是一個 對我媽媽說我小小就是很愛很愛吃東西 所以我從小就知道 我要跟市的就是有關係的工作 所以我去長英學校 17歲到19歲的時候 那我一直在那個餐廳打工 15年前 我幫到台灣的時候 我教英文一年多 可是後來我真正的想念 做長英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自己決定就是要開餐廳 然後現在我們開13年多了 再來呢 問題是 你有開幾個餐廳 所以目前我們開兩個餐廳 一個在淡水 一個在信義 然後沒有開在白貨 13年前我們就是開個路邊攤 然後那時候就我跟我老公 現在我們有大概35個人在這邊上班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真的是還蠻有趣 我覺得我學到很多東西 有時候國語沒有到很好 然後我就是自己之前也沒有當過老闆 所以我就是要想辦法怎麼帶人家 也是不同的文化 我怎麼帶台灣人等等 原本就有兩個人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有35個人 我們的團隊越來越大 那想法越來越多 我可以讓我們到下一步的 所以有時候我就想 有時候我們有35個人 讓我有點緊張的感覺 可是我就是 對 我不會想那麼多 我就覺得OK啊 就是蠻幸福的感覺 對 有那麼多想法 然後有那麼多人 想要跟我們一起上班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很多人也有問這個問題 他們說你在傳業的時候 你有沒有賠錢 當然喔 哪一個老闆沒有賠過錢了 好幾次喔 第一次是我們開 在開路邊攤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是不容易啊 我們放很多錢進去 我們開了大概六個多月 才客人就發現 我們開一個路邊攤 然後有越來越多常來的客人 那第二次 應該是我們開淡水店 我們開了可能一年多 那時候英國人來上很多節目 很多人可能來英國人來吃東西 然後一直要上節目 太忙了 我就是一直上節目啊 一直push我們的餐廳 忘記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我們的餐點要拼著好 我自己委屈餐廳 就是把東西就是做好 就是做的更好吃 真的失敗的地方是 我們在淡水開了幾年 用淡水的style 就是去台北 就是開一間 我們開在東區 真的生意很爛 我們怎麼都做了 對 我也是去解了一些PT的工作 因為我就是沒辦法發薪水 然後我們開到第二年 我們就說OK了就收起來 對 然後我們搬到新衣店 新衣店的生意現在是穩定 已經差很多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很難 就是因為我不要admit 我們失敗了 我一直放棄圈進去 一直放棄 一直想辦法 然後自己很累 老公也很累 所以我覺得 你要真的要知道 when it's over when it's done 對 你要放下來 疫情來的時候 當然好像就是 每一個老闆 老闆也只嚇一跳了 我們要close down嗎 還是怎麼樣這樣子 我記得第一天 我們聽到那個新聞 就是餐廳都要收起來 我覺得我們的團隊很棒 我們有一個大的開會 那我就跟他們說 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不要帶就好了這樣子 我們開始做很多冷凍料理 開始做網路啊 開始做比較多影片等等 所以 疫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大的學習的 What does Aave's job 所以 我每天在幹嘛 因為我現在就是有開餐廳 還有做YouTube 然後就是做AID FB那些東西 譬如說就是發美性的菜啊 有些員工有一些問題 我要幫他們處理啊 我還是一直要去吃我們的Quality的東西 那還是一直要想辦法 讓我們的 我們的糖點什麼都在下一步 這樣子 我們可以一直進步啊 我的Schedule真的是 如果你看我的Schedule 你可能覺得軟七八糟 不是每個禮拜 每一天固定要做什麼 明天這個東西比較急 明天我是要做的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就比較重要的 然後就這樣做 如果你太Rigid 那你沒有很Flexible 我覺得你沒辦法做了 因為有時候 我明天的Schedule都拍好 可是我一個 我接一個電話說 明天老闆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來現場嗎 我們要一個新的口味給你吃 還是 就是我覺得你要很Flexible 因為我現在有很多 不同的東西要做了 然後我是我自己的老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沒有安排好時間 我會變成很Lazy 所以我覺得 我要對我自己比較嚴格一點點 有些人也是問 為什麼你開Youtube 你是不是已經有開一個餐廳 你幹嘛就是要再做另外一個事情 其實Youtube 我現在開了快五年多 那我開的是因為我覺得五年前 就是可能有時候工作壓力比較大 然後我覺得 不是說很膩 可是我想要做其他的東西 學習不同的東西 原本Youtube就是因為我想要 介紹台灣給我的英國朋友 知道 然後我要講中文 就是因為我覺得那時候 我中文也是沒有到很好 我可以練習中文 然後我那時候自己打字幕 那我覺得我也可以練習一下 就是越來越多中文等等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我 可能五年前的影片那個字幕 真的很爛 不要笑我 後來我就發現 越來越多台灣的朋友想看 所以我那時候很喜歡就是去很多地方 譬如說北海岸 還是去伊蘭 然後就自己拍 Youtube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非常好玩 真的是一個Hobby 然後那個Hobby就變成人家喜歡看的 那就是我現在就是每個禮拜 會出一個影片 有沒有客人讓你特別感動呢 我覺得就是有一個 就是很簡單的 可是真正的讓我很蠻感動的 就是我們信義店這邊 有一個攤來的客人 他是Blind 幾個禮拜前 他來門口的時候 他怎麼都看不到了 他不知道我是老闆這樣子 他跟我說我特別喜歡來這邊 因為他說我怎麼看不到了 可是我感覺氣氛是很好 好像我為家的感覺 所以我常常就是 約朋友來這邊吃東西 然後放鬆 然後我覺得不就是吃東西 就是我可以感到一個Happy的感覺 我不是 這個不是一個廣告 我不是跟你們說我們餐廳多好 真真的 我就覺得聽到這句話 我覺得 哇 因為這幾年真的是 Working really hard 我覺得的目標真的是 可以讓大家 不就是在這邊吃東西 可是可以 渐渐的好好放鬆 客人這樣叫這句話 我就覺得我目標就成功了 真的那個是我很滿開心的 而且他常來讓我真的是很滿感動 那個客人真的是很棒 很多人會問我 英國有什麼好吃的 我跟他們說我開一個英國餐廳 我們英國人很少去外面吃東西 就是一般的很便宜的餐廳 就是可能沒有到非常非常好吃的 除了你去比較貴一點的 我覺得我們最好吃的東西 就是我們每天媽媽會煮給我們吃 還是我們自己煮的東西 所以我餐廳的東西就是用 英國人天天會吃的東西 譬如說 炸魚 這個是我們的餐廳的鱈魚 每個禮拜五 就是大家會在排隊 在那個炸魚主條的店 就是吃炸魚 因為大家就是很累 他們可能上班一個禮拜 你們台灣人不知道你們多幸福了 英國人真的沒辦法 每一天晚上在外面吃東西 真的太貴了 所以就是禮拜五是我們的treat 我覺得台灣人會最想要吃的什麼東西呢 我好喜歡吃台灣的獅子頭 那我吃到獅子頭的時候 我就馬上想帶我們英國的蘇格蘭炸蛋 外面有點脆脆的 我們放蘋果跟那個洋蔥等等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郵寄雞蛋這樣吃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就是吃到這個 他們就很習慣了 大概150年前 因為英國非常冷 因為有一些workers在英國 他們很早要起來 然後就是去上班 會很冷 一邊就是放在他們的手裡面 把他們的手就溫完 然後一邊吃 在英國我們奶昔就比較濃一點點 為什麼我就是有 對奶昔有一點怎麼說 attached 就是因為我們開路邊攤的時候 大概13年前 第一個我們開始賣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在台灣 就是餐廳就是關那個夜市 然後一直想念英國奶昔 所以我就開始賣那個奶昔了 有點像一個甜點跟一個飲料一起的感覺 所以那個是英國人 夏天非常喜歡吃喝的東西 在於跟雜蛋應該是大概11年多這樣子 可是那個是比較舊的 那個是13年多 我覺得你可以先從這三個東西開始 你可能會比較習慣了 因為我也要說 台灣人是不是很喜歡吃雞排對不對 那我們英國人 就是我像我們英國的雞排 我們可能就是休息了 還是我們真的很累 或者是我們就是要在家裡看店 去那個chip shop 然後我們就是會買炸一個廚條 今天我會很多你們的問題 非常感謝 真的很謝謝你們 可是如果你有其他的問題 你想問 你可以在下面學 如果你有一些英式料理的問題 還是你真的想吃吃看 真的歡迎你來英國奶昔 你可以來吃吃看 所以我們就是開在淡水老街 然後我們還是在那個信義 我們是那個市政府 是好出口附近 然後我們也有開在百貨 所以真的歡迎你們來 謝謝大家看今天的影片 喜歡你喜歡 喜歡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subscribe 按那個下000000 沒錯出新的影片 你馬上可以看得到 謝謝大家 下一次見囉 拜拜